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女生给人的最重要的印象就是她高考的时候数学差一分满分 徐蕾当年高考数学考了多少分 我离满分两分吧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能不能不要以那样的姿态 怎么了 就问你说你高考考了多少分 我是得想想 满分两分吧 这么记忆深刻的是还假装想一想 我真记不清楚 因为我数里话大概都是差一分和两分 你是不是属于林家的孩子那种 可能算吧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当 你知道我们多么渴望当林家的嘴重的孩子 不是 就是如果别的父母当着我的面就是教育人家孩子 我看了我怎么怎么样我会觉得很很尴尬吧就是 比如说我是你 你借我来教训库尔特 来吧 你看看人家图蕾 高考考的又那么好 然后现在又都自己就学那么多语言 还自己出国 你再看看你 我咋了 我比他年轻啊 我真不会这角色 你有什么自己认为自己不足的地方 性格方面就是 就我现在可能比较聊天什么比较正常 但是内心还是比较恐惧和人打交道的这种 比如说出门不愿跟别人说话 比如说我在超市如果碰到我同学我会躲他 为什么要躲他 就是我不想打招呼那种 刚才你坐在台下的时候 又想跟我打招呼 然后又不打招呼 被你发现了 就那个时候有点 就那种羞涩的样子 再加上她的这种长相和这种内在啊 就感觉她是个特有趣的女孩 刚刚那个时候就是从侧面反应我确实有那种社交恐惧 就是觉得应该跟你打一下招呼 但是又有点恐惧这方面的 但是你看你还学了很多小语种 你学这么多语言干什么 就是用来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 你现在什么等级 德语我是考出了那个得福二十分满分 日语呢 日语是N1 俄语是我很早以前学 然后最近已经忘得差不多 因为我三四年前学的就只会日常用语了 其他都已经忘掉了 俄 日 德 音 韩 然后还有遗族的少数民族语 那么贵 当然还有一个宁波话 宁波话 你好像也很有语言天赋耶 有一点吧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 你会有一个不断的成就感 就是因为语言是积累出来的 虽然你今天学完了 你可能觉得今天晚上跟今天早上 你的水平是一样的 但是当你学了一个月之后 你再回过头去看 你会发现 哇 原来这一个月我订阅了那么多 一句话你用七种方式把它说出来好吧 说 我要找工作 今天我要找一个工作 英文就不要说了 日语 我希望 等一下其实我现在就因为在准备十月份的韩语考试 没关系 你放松一点 会混真的是 对 日语和韩语 说的好像你也会很多门语言似的 就是 我现在 我也会两门呀 两三门嘛 那你说吧 你还会哪两三门 中文就算一门了吧 英文算不算一门 算一门 那韩语算一门吗 算一门 那福州话还有一门 你说我是个坏蛋 来 来 韩语怎么说 表现你的语言天赋 其实刚刚那位老师 他用了很尊敬的先生 就是有表示尊敬的 哦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就韩语里面说坏蛋还是 还有尊敬 对对对 我用了很尊敬 对 他用了很尊敬的称呼 夏当云他说您是这种感觉 你会觉得说你是坏蛋 和您是坏蛋 后者更不尊重 长得好丑啊 您长得真丑 是吧 那不更难听吗 行行 不跟他聊这个了 聊了聊去自找没趣 你看你在这个应聘简历上 说你还有支教的经历 对 我支教是去年的四月份到七月份 然后后来我是去英国读研究生了 但是读的时候其实就很想他们 然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也没有直接回家 我是直接飞到了云南 就是去找他们 就是那个时候拍的一张照片 还是一个挺有善良的女孩子 你想找的工作是小于种教育 对 和经济学相关 这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类似 是 到底哪个你更偏向 小于种是一个是我觉得我自己确实有 有这方面天赋吧 然后我觉得我也有一定的优势 经济学相关的岗位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的比较简单 就比如说薪资啊 或者是那种发展方向什么的 那你要求多少钱薪资啊 经济学相关的话是一万 然后小于种教育的话 我会更多有主观的那种情感在 就是会有热情去投入这份工作 所以其实薪资真的不是很要紧 有什么建议吗 没什么建议啊 我没什么建议 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点评 对对对 我特别想走 我就想录完这场我再回来 其实相比大家所有人的这种一片折服啊 我反而问题很多 你一个方向分裂到小于种老师 另外一个方向分裂到经济学 这是完全不同的 你觉得你的人生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发现我自己喜欢教育 是从我去支教完了之后 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件事情 经济学因为 其实我是有考虑到我爸的因素啊 因为毕竟他培养我那么辛苦 所以你还在分裂 对我 我承认我承认 他就是没想好 二三岁 这个在想人是大忌你知道吗 昊阳 他一个优秀的人 一定要让他把人生都已经结完了吗 徐磊 我觉得他们两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意 利昊阳对于将来未来的考花是很功利性 他没什么功利性 他刚才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一方面我喜欢小一种教育 我可以投入热情 钱少点没关系 另外一方面经济学是我的专业 对吧 我能够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但我就是没有想好怎么走哪条 有什么关系啊 二十三岁能这么坦然面对自己未来 没想好可以慢慢想啊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今天在你们两个的沟通当中的话 昊阳你太功利了 而且的话就是说 你会认为是说 我必须要怎么样才是一致的 但是现在的话 一个柴物 他白天做柴物 晚上做歌手 周末做画家 有什么不可以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请不要用你的价值观去衡量 好吧 我认为如果他真的清楚自己的爱好 那么是最好的 他是遵从内心 或者说 我想要直接要帮助这些孩子 那他一定最大化的去帮助这些孩子 我认为价值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你们眼里看的 为什么一定要最大化 为什么一定要最大化 如果我想要帮助一个孩子 我会想如果我能帮助更多的孩子 这是我的价值 我为什么要帮助更多的孩子 因为马斯洛 我不想 我就现在能帮助多少 我就帮助多少 我没有把它当成我长期的一份事业 我现在状态好 我就想能帮助多少 我就帮助多少 那我干嘛要考高分呢 我可以不学习啊 如果这样大学 考高分我也不想啊 我就考了高分呢 没有用力吗 没有啊 哎哟 你想吗 他一个能够学七种语言的人 说明他是有天赋的人啊 他没有很用力啊 他跟你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他的生活不是一个很用力的人 你是一个生活很用力的人 很努力 很执着 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觉 你没有错 他也没有错 我不需要生活那么用力 我不需要那么成功 我想到哪是哪 我走到哪里是哪里 我做到哪里是哪里 有什么不可以 就是我的热情 确实还是在教育这一方面 就是我当时甚至想 就是可能去一个山沟沟里 当一辈子老师 但是我觉得这个决定 在别人眼里看起来 可能是一个无私的决定 但是其实对我而言 是一个自私的决定 就是我只考虑 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我还要考虑 我的父母以及 就他们寄托在我身上的期望 所以其实我也想真诚一点 就是我是给自己一个三年的期限 就是这三年我一定好好干 然后三年之后 我再决定到底是继续在这个经济学领域 还是可能尝试教育 他渴望去支教 其实呢 他享受那种感觉 他说的 他一直在强调 即使是我做工艺 我也是自私的 我要的是我自己的那份感受 那份感受带来了什么 被需要 被认同 我的价值感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领域 还有是一人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菜 来 我们来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如果你做的一项工作 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带你的主管领导去 说是他做的 你怎么办 其实我实话实说的话 我不会去跟主管证 就是他说是他做的 就是他做的吧 这想得到的回答 为什么不争 我比较在意的是 这件事情完成了 在上面领导说 知道这项是我的 他可能给我一些奖金啊 或者一些嘉奖什么 就是这些 我不是很在意吧 你好像不喜欢钱呢 不是很喜欢 就是如果给我一百块钱 我会要 但是我可能 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一百万 你干什么 没有什么想干的存在 你有什么特别想买的吗 没有 我真的是很好奇 现在还有这样的家庭 能交出这样的孩子 你看知道现在有些孩子 物质欲是特别强烈的 他居然真的没有 而且我一点都不觉得他在装 托老师 我很认真的跟您说啊 其实他是我上学的时候 我喜欢的 女孩子的梦中情人的这种形象 就是这样的 我 我实话实说 我觉得这种女孩子 很纯粹的也很难找 你这种人会有这样的觉悟 对啊 我 就是 那为什么你身边待的都是一些 灯红酒绿 烈焰红醇的美女 我 可能是我后来也被 事实说所污染了吧 但是我觉得 她被污染了 但所以我说我觉得 很少见的像这样很纯粹的女孩子 所以我刚才特别反对 她被李浩阳那样公益的人污染 其实我们追求一生 不就追求她的那种结果吗 就是这样这种境界 境界是很好 但是我有点小担心 因为我觉得你在工作生活上 你有这种心态很好 但我特别担心是 如果你一点进取心都没有的话 生活上也是什么都可以 她说你没有进取心 对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不会 因为像学习这方面 也是没有特别喜欢 但是就是我要做的 我会做到很好 所以她现在已经达到了 人生的至高境界 享受生活而不沉眠 看透生活却不消极 这行 我们2016年的时候 就成立于一家 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 非公募公益基金会 这家基金会呢 专注帮助乡村的 偏远地区的山区的小朋友们成长 我往上有了解到 对 那么如果你喜欢公益的话 我的问题来了 你觉得你的事业 这一部分 给到你个人的滋养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如果我做慈善的话 我想纯粹一点 我也不想要说我 帮助可能几百万的人 我带一个班的过程 我就想好好地带他们 就是可能给他们一些人生三观上的那种知道什么 我是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我可能也不太适合就是做比如说管理类 哲行是一个非常活在自己内心幸福感的人 人生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幸福 第二件事是健康 第三件事是成功 你在刚刚进入职场 你在活得很幸福 所以我觉得坚持你自己想做的 按你的兴趣把它做到极致 这是最好的状态 你在追求成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兴趣怎么转化成能力了 加油 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三盏灯 来看一下什么岗位 什么薪酬 八千 对 我们是那个37度之人家具 我给你的岗位是海外市场专员 因为你本身就是我觉得你的语言能力很强 同时你学的又是经济学嘛 我也是能把你的专业和兴趣相结合的一个岗位 青春智慧科技旗下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力德领导力公益基金会 给到你的是公益项目观 新词是8K 我们最近跟萨贝宁和朱迅一起做了一个节目 我们是在这个浙江的少数民族区的白茶瓶小学 那么你带着系统到当地 你一个人通过所有的松鼠艾系统 你可以教一个学校的学生 同时呢 你还可以利用你的智慧 给我们反馈我们产品中的一些问题 一些缺陷如何改善 好 那去吧 不好意思 谢谢 来 有请张萌和杨荣谈钱不算感情 价格要谈吗 我还想谈一下 因为我觉得不是很纯粹的交易 终于看到你想要钱了 说吧 你要加多少钱 就我的期望薪资一万吧 一万 哎 你看 其实它是有需求的 但这种需求不是说这两千块钱 它要坚持自己脑海的一个想法 它所表达的并不是一种 我们所常规厌尾的那种无辱无求 其实它是有非常明确的 知道我这也不要什么 现在也不要什么 如果没有这个 我应该要什么 这样不这样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觉得现在是不佳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几千是英杰毕业生 我觉得只是说 在潜力方面来讲 我觉得你有语言天赋 而且是在海外市场来讲的话 能够有些机会锻炼 所以我觉得 我目前的这个心思 是比较合理的 虽然我很喜欢你 这个岗位刚才我没有说清楚 这个八千家的这个岗位 是包括每天的中餐和晚餐的 那么地处在七九八 抱歉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住宿 但餐食是可以提供的 因为公益领域当中 这个工资也是 公益组织给你开到的 但是公司会给到你做补贴 来助力提成 包括你的项目当中的 一些津贴补助 来辅助你在北京的意识住行 好 有点失望啊 没叫到一万 也没有啦 不是钱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点 跑偏吧 今天 如果是没有 很纯粹的教育的话 我希望是很纯粹的 讨论一下 关于经济方面 在企业家后来 给他的机会里头 有很多是公益领域的 但是这行其实也强调 好像被带偏了 因为我也在思考说 那他到底的选择是什么 我想说两句 首先我也是学小语种的 然后我是学西班牙语的 我自是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跟你是一样的人 我也没有太多的欲望 然后我对什么也都无所谓 都可以接受 经历了之后 发现自己慢慢的开始有了欲望 你问他们两个 能不能给你加薪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你是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 你应该去找 你想要的那个 它不难的 小语种的工作非常好找 你没有必要为了这个曲旧 然后去选一个 你要开始变的功利 去跟他们谈薪资 你可以去尝试 你还年轻呢 他刚才一直在说一句话 跑偏了 为什么今天没有给我 经济学的岗 没有聊这件事 可见他对自己的职场的 这个价值 它是非常清楚的 我跟你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他说的跑偏 在我看来是 你们把它拔得太高了 他只是没有欲望 想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 但你们说他想支教 他想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他要做什么 他没有想那些 他只是简单地 想满足自己现在的需要 这好 今天如果是一个考试 其实你是不及格的 这个原因 除了之前我说的分裂 其实和你没有坚定 你的方向是有关的 所有的人听不进去我的话 你想你的经济学里边 国民经济 经济管理 都是非常宏观的 我们不可能一个企业 让你过来当总经理 或者研究国家的宏观经济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的职业生涯 你再不去思考 你会死得很惨 接下下台之后 我可以帮他做一个职业增压 规划的自我认知 而且你真的喜欢支教的话 我也会参加 只是我会利用节假日 去帮助那个贫困的高中生 是有这样的机构的 总之你是需要真的 做一下自我认知的 来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我可以再问问题 就是我想知道 稍等 稍等 你想问什么问题 发展空间 如果我说你不能问呢 你会觉得心里委屈吗 不会委屈吧 这有什么好委屈的 你会心里不舒服吗 不会啊 那就别问吧 好吧 好吧 所以你看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这也是一种欲望 你该问问题的时候 你不问 你可以直接说 你们这些人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最后就剩两个姐姐了 我想问一下 我关心的问题 我就可以停一下 让你问 你一直都不说啊 你一直都是无依无求的呀 我觉得自私需要 给人尊重人家 想讲话就应该讲话 你对于一些 已经不尊重你的言行 给予尊重 你没必要尊重 我也没有觉得 在场有任何一个人 就会有不尊重 那你就别问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图老师跟你上的 最好的一课 反而其实就是这段的话 是你真的要 反复地去思考的 其实很多的机会 不是等着你来 而是你要去争取的 来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青创智慧 37度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青创智慧 去吧